因為有你們的支持 讓我的成績 然後讓我的努力 可以讓你們大家看見 讓世界知道台灣在哪裡 來看中間喔 中間喔 中間喔 感謝各位遠道而來 然後到就是從這麼遠的地方到這裡 然後為我們加油 然後為我們歡呼 給予我們最大的鼓勵與支持 那相信就是 這段時間發生過很多事情 但因為 專心比賽我就是 把社群媒體都關 就是關閉了 那就是覺得說要好好比賽 因為畢竟身為一個 選手那好好專注比賽 然後拿到最高的榮譽 展現出我們台灣最強大的力量 與精神 是我想要做到的一件事情 那讓大家可以認識 我們認識台灣 在這個地方很感謝你們 那因為有你們的支持 讓我這個成績 然後讓我的努力 可以讓你們大家看見 那讓 世界知道台灣在哪裡 玉婷現在就是有一個稱號 是台灣的女兒 想請你聊一下就是 自己喜歡這個稱號嗎 我覺得蠻酷的就是 有一種 一夕之間就是睡一覺醒來 然後就得到大家的關注 那我覺得 還蠻榮幸蠻榮耀 然後可以獲得這個稱號 但同時就是肩膀上 也必須承擔更多的責任 那我希望說 自己可以做好 更好的一個 仿樣 然後讓大家學習 做自己的光 然後照亮別人 然後照亮那些 曾經黑暗過的地方 那希望給他們這些地方 多一點力量 與溫暖